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也是刚发布不久 目前关注的人数不太多 不过这个项目的效果非常不错 它这个项目是一个TTS项目 也是一个用来做声音克隆 这类型的一个工具 那么它这个资料介绍呢 比较少,非常的少 那这个咱们就不看了,就直接看项目 今天这个项目也比较小 它这个只有2.42G 所以大家自己下,下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启动了 它这个TTS项目呢 在这个情感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支持这个情感标签 当然目前它支持的标签应该不太多 看了一下它这边好像没有具体的介绍 那我们只能根据它的例子 例子里面提到的几个标签 然后给大家做个演示 这里面好像没有介绍 行吧,我们待会儿看一下项目 好,启动了,点一下 使用界面 那么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能常规的使用差不多 比较高级选项的也是比较常规的选项 基本上是保持默认就可以 那么我们就直接看例子啊 呃,它这边呢给了个这个四个例子 四个按钮 这边代表四个例子 那我们先用第一个 然后它这边呢 自动把这个生成的音频 这个放上来了 那我们重新来一下 点这个生成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是有标签的啊 标签它是放在这个两个中括号里面 它这里面应该是用三个标签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我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放了个这个文档 这里面是标签 它这个目前的支持这总共是六个啊 总共六个标签 分别下面是它的含义 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 那么它这个呢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是有个呼吸 这个地方笑一声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这是个 犹豫 这个地方呢会稍微犹豫一下 那么咱们待会来听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 它这个目前不支持其他语言 目前的话是只支持这个英文 如果大家想要其他语言的话 可能就稍微等一下它这个后续的版本 到时再给大家更新 这边可以了 它这个生成速度还是蛮快的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情感标签的位置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注意听一下 Welcome to Flexions the podcast where we explore how technology is shaping the world around us I'm your host Alex And I'm Jamie Today we're diving into a topic that's transforming customer service voice technology for agents That's righ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AI-driven tools that are making those long frustrating 好 我们先听这些 这个笑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这个 这两个好像不是很明显 我刚才不知道有没有听的错过去 但是不是很明显 这个呼吸 呼吸应该是有 我听着有呼吸音 这个犹豫好像不是很明显 当然我们再来换一个 行 我们就用这段话吧 这段话比较小一点 然后我们来这个复制一下它这个标签 好 这边加一个 然后这个 然后我们先随便随便加 然后把里面的字给它改了就行了 然后比较明显一点的 应该是这个比较明显 它这个轻嗓子 听一下有没有效果 哼 它是哼对吧 然后来这个 放到这儿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这个需要等一下 它这个非常快 出来了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What an absolute joke What an absolute joke Like I'm really not enjoying Clearthroat this situation where I'm just forced to say things 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但是后面这俩好像不是太明显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因为它这个结果是随机的嘛 每一次可能不太一样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 What an absolute joke I'm not absolute joke Like I'm really not 这回好像还不是上回好 再来点一下 它这个结果确实随机的比较厉害 随机压是挺长的 What an absolute joke Like I'm really not enjoying Clearthroat this situation where I'm just forced to say things 这回的效果比前两次要好 这个效果和后面这个好像比较明显 这个好像 中间这个不是太明显 行吗 就这样 这个语气标签就这么用 大家可以自己来体验一下 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 尤其这是第一个版本 我们后续等一下到后续的更新 大家拜拜